哈喽 今天是2022年8月31日 星期三 欢迎来到美股天天说 大家好 我是陈蔚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充电基础设施 也就是充电庄的龙头企业ChargePoint 这只股票其实之前和大家有分析过 一方面是近期各项扶持政策的出炉 给充电基础设施领域是带来了帮助 而另一方面在最新的财报公布之后 ChargePoint股价存在着技术面关键破局的机会 因此值得和大家来更新一下对这只股票的分析 简单来回顾一下ChargePoint的基本面 这家公司本身在这个行业已经很久了 更加是电动机车充电网络的创建者 并且业务覆盖全球多个地区 其中主要的市场是在北美和欧洲 除了北美这个大本营已经占到了73%的充电桩的市场份额 是当地毫无疑问的行业老大以外 他们也已经在欧洲市场的16个国家中是开展业务的 那ChargePoint可以说是帮助电动机车大范围的使用 创造了必要的基础条件 可以说是为整个电动车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推动 他们的业务范畴从二级交流慢充到直流电快充都有覆盖 那同时也为商业车队和住宅提供全方位的充电服务 当然主要还是集中在了二级交流电慢充业务上 这也是比较大范围使用的充电设施 因此如果未来美国政府想要大力度的去扶持新能源汽车推广的话 配套的充电设施一定会成为背后的一个赢家 这就是所谓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所以在这个领域的龙头企业呢 在美国未来的政府扩大扶持的时候 应该能够获得一些利好的帮助 但还是老话说的好 打铁呢还需自身硬 政府扶持和鼓励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也是更加重要的 还是要看公司本身能不能在机会出现的时候呢 去抓住机会 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结合财报 来看一看ChargePoint最新的业绩表现 那这次可以说是ChargePoint难得的再度出现了一次double bit 营收呢和盈利都击败了预期 因此算是有些意外的 这也就帮助他们的股价大幅的上涨 并出现了开头提到的技术面破局的机会 先看收入 这次的表现呢令人惊喜 同比大增了93% 达到了1.08亿美元 也是创造了季度新高 单季度终于是突破了1亿美元的关口 实际上呢ChargePoint近几个季度以来 一直都是要超过收入预期的 第二个季度也不例外 那持续高速的收入增长 在当前很多公司收入增长都在放缓的时候呢 毫无疑问就会给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那帮助投资情绪是获得改善 不过充电桩板块也有他们自己需要烦恼的地方 那就是目前各家公司呢都还在为着扭亏为盈而苦苦努力 原因就在于啊充电桩的铺设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 这和很多软件公司的轻资产模式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这是为什么这个行业很多公司都希望能够获得政府的扶持 那回到ChargePoint方面 我们还是看到随着通胀和供应链问题带来的麻烦 各项成本的攀升呢在阻碍着ChargePoint扭亏为盈的步伐 第二个季度中他们的毛利率是下降了两个百分点至17% 这也就导致他们的净亏损扩大了9%达到了9270万美元 几乎就要追上他们的总收入了 因此呢虽然说每股亏损只有0.19美元 这要好于市场预期的0.22美元 看似呢是盈利表现击败了预期 但问题在于他们的现金流恶化的情况呢更加严重 无论是经营现金流还是自由现金流的流出的增加速度 都是要高于收入增速 这就意味着他们没有办法为自身呢不断的造血 是一个需要引起警惕的地方 因为他们现在的现金级等价物呢已经不到5亿美元了 虽然说流动性依然不算差 但要知道如果想要进一步的去扩张市场面对竞争的话 资金的投入肯定是不能停的 而高利率环境呢也预期会延续更长的时间 这就会损害到这些依然在不断烧钱的公司的融资能力了 那一旦未来资金链真的出现危险信号的话 对于投资信心的打击就会非常大 所以呢未雨绸缪 感兴趣的投资者需要时常对他们的现金流情况呢保持关注 不过好在相比第一季度毛利率8个百分点的下降幅度来看 第二季度的下降幅度呢相对来说就温和的多了 而且还能够实现一个环比的改善 这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够缓和人们对盈利能力的担忧 而同时呢在财报电话会议上 ChargePoint的管理层还透露了两个重要的数据呢值得大家留意 第一个就是ChargePoint电动汽车充电端口的安装总量 是同比大增了70% 环比增长也达到了7% 那在北美和欧洲已经合计达到了近20万个 同时第二个数据是他们第二季度中 账单收入中有近三分之一 是来自于新客户的贡献 那这两个数字都在告诉我们 电动汽车的发展大趋势呢依然稳固 需求量也很大 这些都能够保持着社会对于充电基础设施的旺盛需求 那相信随着燃油车销售禁令 未来在欧美多地逐步的推出后 充电设施的需求将会更加的迫切 那谁能够从中获得利好呢 该行业的龙头企业ChargePoint 毫无疑问会在这个名单中的 所以呢基本面前景上ChargePoint依然是非常不错的 只不过近两年高利率的环境下 还是需要时刻去留意刚刚提到的 不断烧钱所将带来的流动性的问题 但好在成长股呢 要么继续保持足够高的成长性 要么呢就是成长性一旦受到损害的话 那就要提供足够好的盈利能力的改善 或者现金流的改善 两头都不占的成长股 在目前的大环境下呢就会被市场所抛弃 而ChargePoint还好是占了成长性的这一头 那技术面看的话受到财报的提振 股价是出现了技术面关键破局的机会 那就是有望重返200日均线上方 这次和3月份呢 以及8月上旬的尝试突破不同的地方在于 这次日线图上并没有什么超买压力需要释放 因此呢投资情绪还算是比较稳定的 相信有机会去帮助他们的股价 时隔一年多来真正的去重返到200日均线上方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确实有助于他们从情绪面上获得进一步的提振 暂时呢去走出区间低位 因此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关注一下近几日他们的股价走势 那明天呢在经济数据方面 我们需要去关注的是美国的出勤失业金人数 同时呢还可以关注一下制造业PMI指数以及营件支出 那尤其是制造业PMI指数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先行指标 能够帮助我们判断一下未来整个经济形势的发展 所以呢非常具备参考价值 另外呢明天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蒂克呢还将发表讲话 那在最新的讲话中博斯蒂克已经表示 现在就宣布战胜通胀呢还为时过早 美联储呢将继续迅速而谨慎的采取行动 需要采取一定的限制性的政策 应该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呢保持高利率的水平 但是呢博斯蒂克同时也表示啊 通胀数据放缓可能会给美联储放缓加息提供理由 他认为啊如果美国的物价能够明显的降温的话 那美联储可能就会放弃在未来继续加息75个基点的想法 以免呢对整体的经济造成不利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一看明天的讲话中 他是否会透露出什么新的或者说更有价值的一些信号 那这对于投资情绪将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而在财报方面呢明天有三份财报 我觉得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分别呢就是Nano Dimension 博通以及呢Lululemon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这里要感谢一下老虎证券对本节目的支持 如果美股开户需求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视频简介中的老虎证券开户链接 有专属福利带给大家 同时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非常开心由我参与开发的小白的美股投资宝典已经推出 欢迎感兴趣的朋友扫码了解课程内容 那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市场动态 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